咱们刚刚已经把最核心的 我想告诉大家的东西已经说完了 最核心的是什么呢 怎么用Thread创建一个县程 让它执行做任务 听懂了吗 刚刚说的就是最重要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说什么 再扩展一下这一点 那么说一下这个 查看当前你这个程序引起来之后 所有的县程 那么我怎么查看了 最低 想要知道你这个程序引起来之后 一共有多少个县程 每个县程又是什么信息 那么在这里边有一个叫 Threading模块里边 有一个叫Enumerate 你只要掉这个哥们 它的返回值呢 就是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边 拥有当前你程序引起来之后 你创建的所有的县程 包括你自己都有 在这里都有 那么说你怎么判断 你这里边有多少县程 有多少个任务一起来跑 你可以把这个调用一下的 它的返回值的列表里边 有几个元素 就意味着有几个县程 这么说能理解吗 这哥们钱了 那请问Enumerate 基础版的时候学过 这哥们干什么用 强调一下 咱们稍微回一下 iPad3打开 如果我现在有个列表 比方说 比方说叫NIMS 它这里边有什么叫做AA 只是说名字 有BB 然后有CC 对我接下来我复循环打印 for print 然后印 内 而 印内 那么接下来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请问我接下来打印出来的 是不是只有ABBCC 我想打印的时候 我用复循环的过程当中 我还想有列表 我怎么做呢 for Time in Enumerate 接下来NIMS 放到里边去 接下来我再去打印Time的时候 打印的时候有什么 怎么是不是变成了个原组 对吧 变成了原组 那么拆包还意思 A对话B 等于一个原组 1122 请问是不是拆包了 没问题 来请问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么既然我看到的 每一个printer的结果 是一个原组 那么请问是否 even time 是一个原组 那么原来 Z就是你每用一次for 什么什么印 什么这个哥们儿 从这里边取一个的时候 取出来是不是都是个原组 那么既然原组 A写上两个变量 后面写上个原组 如果个数你确定好的话 这不是拆包吗 A B 不都让你拆出来了吗 那么for 比方说 I 逗号 然后 name 印 Enumerate 然后 Names 那么接下来 print I 对吧 然后我接下来 再写上直接想要内幕 那这意味着啥呢 大家看 是不是这个I的值取出来 就是一个012这样的一个序号 而这个哥们儿是不是取出来 就是你每一份里边那个值啊 Enumerate 一般情况下 以后咱们写熟练了之后 如果你从这里边取出来的就本来是个原组或者列表或者个字典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写上多个变量 对它直接拆包 没问题 可以拆 好的吗 来 或者咱们这个地方来 Threading 模块里边的Enumerate 它并不是让你返回个下标0123的 它是获取的当前你这个程序里边所有的线程 听懂我意思了吗 来 接下来咱们写个程序 咱们简单验证一下 刚刚我给大家写的这个东西呢 我把它保存起来 保存起来ABC 我得有ABC才行 字体我稍微小一点 我把ABC给你截个头 好了 退出来 退出来 那么接下来咱们继续 接下来继续 接下来咱们就写这个程序 咱们试验吧 VM03 先不要动 先不要动 VM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写一个 写一个查看 这个现成数 点PY 那么咱们再来一下这个流程 先不要弄 这个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流程上 F下火线下火线 内摩下火线下火线 等于什么 慢 接下来呢 冒号掉一个慢函数 接下来在这个位置 Diff 慢 接下来 干什么呢 就看你想 你干什么了 对吧 如果我接下来 如果我接下来 想要在这个地方创建个现成 那么创建个现成 其实很简单 那就用 Threading 模块里边的 Thread 是不是记下来创 那么创建的时候 就签了个问题 你Thread的模块又没有 对吧 所以说怎么办呢 Threading 先把这个东西导入 导入这个东西 接下来 这个Thread 这个类 创建的时候 你指定个Tagget 等于什么东西呢 给它传一个函数名 函数名是谁 接下来这个现成 真正在运行的时候 它就到哪里去运行 比如说Diff Test1 DiffTest1 那么这个Test1 我简单点 For I in range 然后写个5 接下来打印东西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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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Test1 然后Test1 然后百分 百分D 后面百分号I 好了 接下来我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就指定一下Test1 是不是接下来 这个现成如果创建了完的话 是不是到这里边去执行了吧 比方说你找T什么 T1 T2 你找什么名都行 我找它 来YYP 然后给它改成2 那么接下来我在这个地方 换成Test2 既然你想换成Test2的话 是不是这个地方按理说什么 是不是咱们 是不是再有个函数了吧 再有个函数 函数和函数之间空两个行 满足这个需求 接下来 按一下ESC 在命令模式 WWWW 什么意思 W 看 W是一个什么功能 一跳跳一个单词 W的意思就是Word的意思 B就是往回跳一个单词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 B往回跳跳跳跳跳跳 跳到这儿 按一下I 变成编辑模式 3了 把它放成2 按下ESC又回到命令模式 好了 创建完之后 接下来T1.start 这个线程运行了 T2.start 这个线程也开始创建 也可以运行了 那么你怎么知道 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有多少个 这个这个线程呢 是吗 怎么做 Threading Threading模块里边有一个enumerate 是不是 哥们 是不是咱们可以直接打印下它的结果 不管你是什么 把你打出来 来 怎么试一把 P3.start 走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啥玩意儿 请问这是不是一个列表 这是一个列表吧 但是这个列表里边怎么只有 你看 从这个尖括号开始 一直到这个尖括号开始 结尾 是不是相当于只是打印了一个东西啊 你没发现这里有个名字叫什么 是不是Manthread了吧 其实这就是主线程 你不是说了两个吗 那两个为什么看不见啊 这就牵涉了个问题 为什么那两个看不见呢 我这个任务和这个任务 是不是没有延时啊 没有延时 这就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来了 是不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我调游完这句话之后 这个线程可以执行 当我执行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这个线程是不是也可以执行 我接下来的目的是 我主线程要执行这句话 这个线程要循环五次 这个线程是不是也要循环五次啊 请问这是不是相当于三个任务了吧 三个任务咱们说了 操作系统再去调渡 这三个任务的时候 是让谁先执行确定吗 不确定 操作系统说了算 那么也就是说言外之意 操作系统要看他的心情 今天是吧 他想调用谁 他有可能 无色他执行完了 紧接着 这个哥们也五次执行完了 接下来再让这个执行 可不可能出现 可能出现 因为你这里边并没有延时 没有sleep呀 sleep是一个耗时操作 但是你没有sleep 那么言外之意同意吧 这个线程 这个线程 以及这个线程 他们三个 接下来在抢 那至于操作系统是调渡谁 谁就执行 那么也就可能会出现 逐线程 先执行这句话 接下来这个 把他执行完了 这个才执行 也有可能 这个先执行完了 这个再执行 接下来再这个 是不是都有可能出现 一个意思 线程的运行 是没有先后顺序的 听懂我强说的吗 线程的运行 是没有先后顺序的意 就是说 并不一定 非得是先QQ 再微信 再微博 再莫莫 你听懂了吗 可能是随机的 有可能是什么呢 同学们 你去设计一个场景 皇上有三公六院 是吧 这是他飞的 他就喜欢这个 今天晚上 是吧 就天天上他那个 那个什么皇宫里边去 可以吧 今天晚上去了 本来按理说 第二天晚上 应该去这个的飞子里边去 是吧 这鱼路军斋嘛 你不去了 还是去这个 不行吗 那真还不有这个道理吗 天天去那边 请问什么 可以吧 可能出现 导致什么呢 汉的汉死的 唠的老虎 可能出现啊 这哥们有可能执行了很多很多次来 可以一点 没执行 可能出现吗 可能呀 对吗 是不是也就是说我刚跟你说的 有可能这个五次循环都执行完了 这个一次没执行 也有可能这个执行完了 这个执行完了 这个主线程一点没执行 是不是可能出现啊 所以说最后的结论呢 第一个 县程执行的顺序不确定 那 我怎么办 才能想看到这个哥们显示的结果 显示三个县程呢 这个列表里边 我想看到三个结果 应该怎么看呢 只要保证 让那两个县程 先延时 我接下来 是不是这个哥们 是不是一定是先执行的了吧 你能听懂我意思了吧 但是如果要是这个东西 我就换个意思 我换个意思 我想让他先执行 那么我在这里边 是不是延时啊 我想让这个先执行 我再让这个再执行 我再让这个再执行 那你觉得又应该怎么办啊 延时 你看我让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全面的吗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不是还有只有一个县程吗 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是只有一个县程啊 仅仅是创了个对象而已啊 那么当我执行完这句话之后 请问是否意味着 就有了另外一个县程了吧 我想让他先执行完 我怎么办呢 你看着 Time Time Time.sleep 然后一秒钟 请问意味着啥 当我执行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创建了个对象 对吧 我又创了个对象 我到这句话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我创了个小箭头啊 我这个小箭头是执行 从这开始执行吧 请问同学们 我的主线程往下走 我的子线程是往下走啊 好了 操作系统说 你俩都可以执行是吗 他说是都可以执行 然后操作系统过来一看 你这次不是在骗我吗 你说一秒钟的时候 你才让我去掉头 你为什么让我掉 所以说此时操作系统 你想啊 什么叫sleep呀 严实意味着什么呢 休眠 我让这个主线程睡一秒钟 就休眠一秒钟 请问一秒钟是慢呢 还是长呢 很长了 CPU是一秒钟执行好几百万次 一秒钟相当长 所以说操作系统 也不能老闲着呀 要不就这样吧 咱就执行他吧 因为要么有你 是不是要么有他吧 那既然这个哥们主线程 在这延时睡觉呢 你不去执行吗 请问 一会儿是不是执行完了吗 一会儿执行完了之后 这个县程也睡醒了 操作系统 你说你睡醒了吗 睡醒了 请问睡醒完之后 接下来这个建筑 是不是一会儿执行完了 这个建筑一会儿执行完了 是不是就不用再执行了呀 所以说这个县程 这个主线程 接下来继续走 请问一会儿啥呀 是不是个县程 第二个这个县程 是不是才可以执行了吧 如果我想让他执行完之后 我再执行这个 那怎么办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 在这个地方咱们怎么办 timersleep 接下来一秒 是不是先让这个执行完之后 是我在执行 能力为什么 好了 咱们这个地方咱们看一下 我打一个东西 print print 这个一 YY YY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 能print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WW打印一个2 打印一个2 好了 我们拧一下将来的结果 同学们先猜一猜 将来屏幕上会出现什么结果 咱们猜一猜 执行到这的时候 创了两个对象 甭管它 一个对象 T1 接下来就要START START的时候 是不是上到一个县程 创建了吧 县程从这开始走了 那么主县程要向下走 这个子县程要向下走 接下来 因为主县程有延时 所以说在一秒钟的时间之内 是不是这个子县程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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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是不是执行完了吧 好了 先打印五分的东西 打印完之后 这个县程结束了 请问过了好长好长好久 好长时间 一秒钟终于到了 是不是淘德系统 是不是可以吊住它了吧 接下来 这是干啥 是不是在打印1 只要一打印1 是不是意味着 咱们这个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吧 那么接下来 我再去调用2 调用2之后呢 这个地方也就开始执行了 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又卡在这又睡觉吧 这个现场登登登登登的跑 这个打印完了之后 这个执行完了之后 请问时间又过了很长很长 就是一秒钟过完了 是不是二再打印完了吧 二打印完了之后 是不是最后再打印这个列表 来 命令模式按一下 SIFT ZZ 好了 保存 接下来 Python3 凭三 对不起 它说了Time is not defined 怎么解这个bug 没导入 对 Import time 走 一秒钟 走 一秒钟 请问是这个流程了吧 你不是说你的多线程的任务 你不确定谁线之情吗 可以通过适当的延时 是不是保证谁线之情 一定是这么的情况 好 那么 现在看的结果是几个 还是一个 那么我不想看的一个 我想看的多个 我怎么办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VRM03 我把这个 把这个地方 那么我给它 给一下名字 VRM03 然后查看现成数量 然后呢 并且干净什么事呢 这个 验证 这个 让某些现成 先 先 好了 给它改了个名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copy03 我接下来04 04 来查看 这个 循环查看 当前 当前运行的现成 VRM04 循环查看意味着什么 咱就憋延时了 是吧 把这个延时抹掉 这个抹掉 回到咱们最开始的那个版本 好了 那么 我让这个地方 打一次 延时一次 Time Time 点 Sleep 你先看我写的 写完这部的效果 你立马就懂 歪歪 我放在这 然后 这个循环几次呢 这个循环十次 然后 接下来 怎么 看这 我 while true 然后 我打印这个东西 我 多长时间打一次呢 我一秒钟打一次 Time 点 Sleep 好了 看一下啊 看一下结果 P3 04 看一下这个列表的长度 你主要看列表的长度 是不是现在变成了一个 好了 咱们看看这个结果 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打了这个0 打了这个0 然后打了个列表 请问这个列表里边有几个元素呢 从这个地方开始算起 遇到多少 一杠 一杠 两杠 从这个地方 你没发现 是不是一共是三杠 来 咱们再读一读 这个叫慢thread 主线程 这个叫thread-1 是按理说 就是紫线程了吧 这个你没发现 是不是就thread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杠2啊 好了 现在加上主线程 加上两个紫线程 是不是一共有三个线程 没问题吧 那么接下来 你们就执行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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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秒钟以后 大家看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程序 这个现象是 我的主线程 在一直显示 当前有多少个线程 我的紫线程1 在循环五秒 我的紫线程2 是不是循环10次了 10秒钟 请问 5秒钟之后 还剩几个 这个列表里边 5秒钟之后 还剩几个 来大家再看看结果 看看结果 5秒钟以后 原来有一个 两个 有三个 好了 现在还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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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哪个位置 到了这 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大家没发现一个特点 这里边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 是不是就变成了两个了吧 那就验证了一个特点 什么呢 如果一个函数结束了 就是创建thread的这个类的时候 指定的函数结束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指定的函数结束 好了 这个地方加个说明 如果 创建target是指定的函数 运行结束 结束 那么 意味着 这个 自现成 结束了 您听懂我意思了吗 怎么验证了呢 咱们刚刚不是从这个地方 是不是 外有处是不是一直打印吧 什么 又过了五秒钟 请问这个怎么的 这个是不是 这个函数执行完了 这个函数执行完了 接下来咱们打印出来 那个列表里边 是不是只有一个了吧 请问是不是验证了 那个自现成 是不是也死了呀 好了 这就验证了 我怎么知道一个县城 什么时候死 一个子县城死的时候很简单 只要这个函数到完了 他就死了 就懂了吗 那么接下来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总不能外有处死 循环在这打印 那有什么意义 我想做一件事情 如果所有的自现成都结束了 我就结束 请问该怎么做 我该怎么做 如果小约等约 如果小约等约 其实就是等一 如果小约等一 那么我就break 那请问一会的啥 你的列表里边不是有多少个县城 不就是有多少个吗 当你只剩一个的时候 请问哪一个 是不是一定是主县城 所以说这个时候没有子县城 我是不是就退出 来 这个时候就结束了 来 运行 有 有三个 三个 有三个呢 好了 五秒钟以后 接下来变成两个了 然后又过了五秒钟 接下来变成了一个 当变成一个之后 咱们打印完之后 你没发现咱们那个 主县城是不是就结束了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子县城结束 是会让程序结束呢 还是说主县城结束 程序才会结束 主县城结束 听到了吗 这里边隐藏着一个含义 如果主县城不小心先死了 会怎么着 子县城就完了 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主县城不能先死 主县城死了 子县城必死无疑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 你在Python里边 你创建完了子县城之后 默认的主县城会等到 所有的子县城在这结束 他的结束 知道为什么了吧 为什么 你得想想为什么 如果我主县城没有等待所有的县城先结束 反而主县城先结束了 主县城结束了 通过咱们刚刚验证的知识点 这个程序是不是就结束了 程序结束了 那个县城还没做完 没做完也关 那就不行了 所以说就导致这种情况 因此最后默认的结论 就是如果你的创建了一个很多个县城 那么默认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主县城是不是最后 是不是还会结束吧 默认就结束了 默认就结束了 但是如果要是你不小心让主县城死了 那不好意思 子县城也死了 子县城也死了 如果在一个家里边 在一个家庭里边 顶梁柱都垮了 那么这个家基本上也就垮了 没什么太大悬念 基本上就是这个结论 那就是结论 好了吗 这个地方是他 我接下来问一个问题 子县城结束是那个函数结束 没错吧 那子县城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从你创建对象开始 还是说你从你调用这个地方开始 咱们家里是不是验证验证了 他们怎么验证啊 怎么验证 来 你看着我给你写个简单的 咱们测试一把 测试一把 inport交互模式里边也可以测 threading 模块 threading 我先定一个函数 我先定一个函数 dif比方说test test函数 干什么呢 打一个东西 打一个1 这个函数没问题吧 很简单 来怎么 我threading terd 然后我target等于谁 test 没问题了 看着 t1 等于他 意味着啥呀 我先定了一个函数 我接下来是不是要执行这句话 这不就创建对象吗 看着 怎么就要验证你什么时候执行一个这个线程开始执行 对吗 我先看看 只要一调这个哥们立马执行了 请问是不是我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这个线程就开始执行了吧 来 321走 有吗 没有 怎么显示有呢 t1 你再看看 是不是就执行了吧 那所以说就说明了 原来一个县程真正的执行是当你调start的时候开始执行 一个县程的结束 是不是那个县程那个函数的代码执行完了之后 是不是那个县程是不是就自然二人就结束了吧 OK 执行是通过start开始执行的 那我要问的问题是 你创建那个县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创的 是调用他就创县程紧接着执行还是调用他创建县程紧接着执行 那么验证 那么接下来啊 回复出来 copy 0405 验证啊 创建县程 以及 以及 运行 时间 点py vim05 然后看着我能删的我就全删了啊 我能删的我就全删了 但就只留一个吧 只留一个啊 留一个好看啊 留一个好看啊 好理解 删除它 滴滴抹掉 滴滴抹掉 接下来我告诉你怎么验证啊 你不是说你这个threading 这个enumerate 不是可以显示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边是不是有当前所有的现成的一个信息 对吧 没错吧 我先在这个地方 随便啊 我现在对前面 在这 我threading 点 en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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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it 来 我print 打出来 在 在 调用 thread 之前 先 打印 当前 列 当前什么呢 现成信息 好了 接下来 他们接下来是不是就调用这个了吧 调用完了之后呢 我歪歪 我再来一次 请问这意味着啥呢 在 调用thread之后 打印 打打打印啊 打印 然后呢 附这份 我在这个地方再打一份 我把后面的东西抹掉就行了 咱就验证了 他们看着啊 这个时候我再他 dd 啊 加上一个注射 在调用strand之后 打印 同学们 我现在要验证的东西是 什么时候创建现成 什么时候调用现成开始之行 你听到我想说什么了吧 什么验证 什么时候创了一道 只要打印出来这个列表里边 有两个 那么就验证了创了 没错吧 什么时候验证运行了 只要我这句话 这个这个这句话打印出来了 请问什么就验证了 这个函数是不是已经开始之行了吧 这个函数已经开始之行 那么这个现成不就开始之行了吧 所以说 用这三个打印 我就能确定 到底在哪个地方创建 p3 0.5 看着啊 走 看结论 看他 0.5 拿出来 咱们对比的来 把这个代码咱们对比的来 开始对比啊 来同吧 程序 先执行这句话 没错吧 这句话的结论是哪一个 第一个 说没错吧 打印了一个1 好了 打印了一个1 接下来 我调用了thread 请问我调用完thread之后 我接下来打印出来的效果 是不是又打印了这个吗 请问说明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打印了吧 即到第二次打印的时候 请问这里边增加了吗 没有增加说明了什么 没有创建 你听懂我想说什么了吗 也就是说 同学吧 核心点 我给大家总结了 结乱 你调用thread 仅仅是创建了一个普通的对象 通这个答案就验证了 接下来你只要一调用这个对象里边的start方法 那么接下来大家也没发现一个特点 在打印的时候 这里边是不是就变成了两个 那这就说明了什么 当你调用start的时候 一 创建完了现成 二 又因为这个东西开始循环 循环起来 是不是就说明了 也开始执行了吧 好了 最后的结论 他们 这个地方 最后的结论 当调用thread thiad的时候 不会创建现成 当调用thread创建出来的实力 实力对象的start方法的时候 才会创建现成 现成 以及 让这个现成开始 行 能听懂我想说什么吗 最后的结论 就在这个地方 根据这个答案 咱们就能看得出来这个结论 好了 那么至于它 那么咱们稍微总结一下 从来到现在为止 我刚刚花了这么一点时间 给大家到底讲了些什么 咱们总结一下了 第一个 如果我想完成多任务 我就通过thread 创建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 只要一调用start 请问这个现成 是不是就可以执行了吧 那么这个现成 到底去哪个事情 就看你在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你指定了它给它等于谁 没错吧 这个地方切记 不要写成函数的调用 而是写函数的名 第一个创建 第二个 函数的 这个函数 如果这个函数结束了 请问 是否意味着这个现成 是不是结束了吧 现成真正创建 是吊死大的创建 现成结束 是函数结束 OK 这是它 一个函数结束了 这个现成就完了 OK 就是个道理 还有一个 现成创建完之后 到底是谁先执行 确定还是不确定 确定还是不确定呢 我一个现成 创建完之后 同学们 其实是先后顺序 不确定的 就是到底是谁先执行 不确定 这是一个 如果我想让谁先执行 再让谁先执行 所以说主现成 它不能现死 死了就完了 就是这么个道理 来 那么 接下来 你先理一理 我刚刚给大家说的 这几个支点 现成创建 什么时候 现成结束 什么时候 现成的执行顺序 不确定 以及咱们刚刚说了 主现成是最后结束的 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来理一下 同学之间讨论 讨论